第一部分就把这个肉馅是那个切好的肉馅吧 因那个葱和姜 倒一点味极鲜酱油 味极鲜的如果淡一点的话 你倒一点老抽 稍微倒一点点 放点盐 我发现一个问题 您这个呀 你看颜色一看就都是瘦肉 一点肥的都没有吗 其实可以放一点肥肉 其实可以放一点肥肉 我今天买的这个肉呢 就是比较瘦一点 您喜欢这种相对来讲不要太油的 然后倒一点咱今天介绍了 就是那个呼气化的那个花生油 花生油倒在上面一点点 因为是南方人的和北方不一样 他是做所有的菜的当中 都加一点点糖 就是肉馅当中 其实我在家我是北方人 但我也会加点糖 因为我觉得有糖会提那种回味 对特别就是浓郁特别的香 就是很好很好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接下来吧就是把这个豆腐皮吧 告诉大家怎么包 你看它千滚万滚 这个它开不了 千滚万滚都开不了 对 我的天 这个豆腐皮吧买来以后吧 要先放在水里就是 叫焯一下 就是用热水 轻轻地煮一下 焯一下 焯到什么程度 不容易碎 只要开锅 有一分钟就成功了 需要加盐之类的吗 什么都不要 就是清水来焯一下 好给它先改一下刀 等一下 您包它的时候 这个给它切成这样一个三角形 然后呢 对这个样大家看好 然后你在这个 现在讲尖管的这个位置 对这个最尖的这个地方 然后这样卷 把它卷紧一点 卷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在这个样超过来 但就一面那边呢 那边那边 这面就是用手指把它窝一下 哦要这样子 给它塞进去 对他当时非常坚实 我以为会像包春鸟一样来回搭 但其实不一样 你看如果说你这样来回推它 你看 开不了 开不了 以后煮的时候 你会翻翻它都没事 以前见过百叶包 还是外表 还要把它扎起来的 那是用绳子 所以现在大家 大家以前也吃过用 可能是用豆腐皮 做了东西了 都要用绳子把它卷 就是绑一绑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是有一面是挤 然后另外一面流出来 然后用手给它塞到里面去 塞到里面 是非常级 那我倒这么觉得 其实做这一道美味呢 我们吃的是一种 南北介入的风味 但我倒觉得 这么看起来 其实还是很南方的 对 它的做法 还有这个什么 它的叫的一个名称 都是很南方 就是百叶包 但是我觉得北方人 也应该多吃这种 像豆制品 因为豆制品 除了蛋白质丰富之外呢 它还有丰富的卵磷脂和 压油酸 它可以很好的降低 人体当中的胆固醇 所以可以预防像动脉硬化呀 像一些冠心病的发生 而且它可以 抵制这种脂肪 在肝脏上的一个沉寂 所以可以有效地预防 那种肥胖引起来的脂肪肝 并且我们说 女性应该多吃点 这种豆制品 吃点黄豆做的东西 为什么呢 就是这种豆子当中 含有一种 叫大豆与黄酮的物质 这种物质呢 跟人体当中的 雌激素结构相似 并且它是一种 具有雌激素活性的 一种植物性激素 它可以很好的减轻这种 像女性在更年期的一些 综合症的一些表现 临床表现 并且呢 可以延缓女性肌肤的一个衰老 甚至体内的一个衰老 细胞的一个衰老 那可以保持我们皮肤的弹性啊 防止一些骨质疏松的发生 都是很好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啊 就是很多 比如说到更年期的一些女士 她会有间接的一些习惯 比如说早上喝杯豆浆 或者是她平时都是 都吃豆制品 或者是呢 她怎么样 她呢 做那种用大豆 就这种黄豆 做的一些主食 对 她都特别喜欢 对 它可以有效的防止这种 女性衰老的一个发生 还好的 那这道菜 你在家里餐出来 应该多给自己的爱人做一做 那如果是女士 就更爱吃它了 是吧 那这边我注意到 其他人你包它的时候呢 两边呢 这一柱是一个口是紧的 另外一个口是自己 这样子塞进去 就成 对 好 所有的百叶包已经包好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 直接放过里面煮 就能吃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今天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就是要给它炖一炖 是不是 来点油 在锅中 这时候我们要给它爆一个香 哎呦 用了还是挺多的蒜葱啊 姜啊之类的 对 好 胡萝卜 给它们炒一炒 这个胡萝卜一过油吧 特别有营养 对 把它那个胡萝卜素吧 都给它爆出来 对对 对 对脊胸性的维生素嘛 刚才都在讲这个问题 嗯 好 OK 呃 今天我们做这道菜 它这个汤水是那种 呃 微型那种感觉 还是真的就是半汤半菜的那种 半汤半菜 半汤半菜 其实这个菜呢 可以就是 我觉得它四季适应了 你可以做汤 炖大白菜了 就是多放点汤 炖豆腐了 炖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我觉得这道菜 是不是也是您的一个 畅名的一个菜 因为我原来吃这个百叶包 好像都是蒸过的 就是蒸过之后 然后就 是蒸一层那个小芡汁 是 是经过稍微创业的一点点 那这个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这就觉得 这是北方人的风格了 对 用小锅 咕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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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噠一点汤汁就可以了 把叶包放进去了 对 好 但是我觉得 这种味道太熟了 来讲是更符合这种营养的一种需要 就是 你用的这个沐尔 刚才说 除了含铁之外呢 沐尔也是含一种胶酥特别多 它可以有效地结合 糖到内的一些杂质啊 还有一些重金属呢 帮助人手排水之外 而且就在说话间 那么 前大姐把这个 香菇和香菇泡它的这个水 都倒进去了 这个水也要用 对 这个水吧 就是做的菜它特别有味道 对 刚才这个小细节非常的重要 就是这个水 浸泡过的水一定要倒进去了 留着 因为不仅是提鲜 并且它很重要的是 这个香菇当中的一些 非常重要的一些营养素 都在用 可以有一部分融解 融出来了是不是 对 融业当中了 很好 加糖了 就是 南方人做菜 就是加一点糖 加进了婆家呢 就得怎么讲 入香随俗 是不是 入婆家做的随着她的习惯 这时候就把菠菜放进去 我们这时候呢 再这么把菠菜处理一下它 你像这个菠菜这种绿色的蔬菜呢 含微脆含量特别丰富 对 所以呢 煮的时间一定要不要太长 就是就是 蔬菜一般都是 也煮太久了之后 就口感就失去 最少了 好 这时候呢 就把它们都盛在盘子里 还是很家常的味道 能够闻得出来香菇的味道 很强味 对 我觉得这个百鲜包呢 是内有鲜肉撑腰 外有这种高汤的轻腹 因此的作用又